- 國際府玩的橡菇耳- 沒關係牛浩浩兒- 大家好我是浩浩兒- 今天呢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個地窖遺藥啊- 這個我之前在實況上好像有開過- 對他一把- 那時候實況看是蠻便宜的- 一把才一滴- 那現在也差不多- 我們先看一下地窖遺藥- 它的價格- - 先給各位看一下- 一滴一滴- 大家都賣一滴吧- 那就會有人問浩哥說- 欸這把鑰匙是開什麼的- 對那我們就看一下- 這把鑰匙是開什麼的- 它這邊寫UberSeries- 就是賽勒斯啊- 對- 那它會掉的- 就是賽勒斯會掉的那些物品- 那最希望開到的應該是- 極大的那個希望之鮮- 對就很希望可以掉那顆- 好不好我們廢話不多說- 欸就直接進去開開- 看 - 看可不可以開到我們想要的那個- 極大希望之鮮- Let's go- 開這麼久- 極大希望之鮮應該是蠻貴的啊- 因為- 它畢竟是特殊- 特殊種啊- 那我之前- 在前兩個版本- 還前一個版本- 我就有在- 實況去做那個圈圈- 去看說哪一個還不錯- 對- 那我們就看一下- 希望可以開到- 希望之鮮- 希望之鮮- - 拜託喔- 開到這頂- 這頂- 看一下它大概值多少錢好了- 來我們這邊F4看一下- 如果是- 沒有辨識的話- 目前好像沒有- 一滴- 可是這個已經10天8天了- 那我看一下如果把它辨識打開- 打開就吃那個數值了- 喔18%- 其實是- 它是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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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 - 它是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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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大家看一下 順便留個以後的紀念 可以回頭再來看這些鑰匙 這樣看他們這些鑰匙 有沒有比之後出的道具更好 更厲害 對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 按讚 對那我是浩浩爾 我們就下一期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